迎接今天第二位嘉賓盤 超童 Hello 大家好 我是超童 超童最新的歌曲的elmy 跟太妹一樣都是日本的拍攝 你是不是也是攝谷 也有 有少少攝谷 還有東京鐵塔 還有新宿都有 還有穿和服 在稻田周圍遊走 挺漂亮的 特地過去拍攝吧 對 特地過去拍攝 因為導演剛好也是東京那邊 還有得到很多朋友的幫忙 便可以成功到這件事 我為著世界的世界航空可以開一條線 就是在稻田樂壇這個分線 幫不同歌手去不同的地方聯絡當地 可能是導遊 或者怎樣可以拍攝團隊 那些最美的景點出來 如果你去到意大利的時候 幫你拍攝MV 就在五如村拍攝吧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計劃 各位可以聯絡我 潘昭彤今天上來介紹 就是今年的第二首拍台歌 今天有Say Nothing 作曲填詞部分都有潘昭彤 編曲監製找到XT 有人想發表偉論 就隨她說 反正你聽不聽是兩回事 今天有潘昭彤的Say Nothing 這個是不是都是你的價值觀 就是我剛聽的東西我就聽 我想說的東西我就說 我覺得我自己做人的方法 就不是適合就先聽 因為我覺得所有東西都值得聽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比較喜歡聽有意義的內容 比太多廢話 那不是每次都要思考 認真聽清楚對方說什麼 才可以理解對方 再自己閱讀一下 我不是真的需要聽嗎 是否需要剔略 其實因為我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我覺得是要是一個真正的交流 才會有意義 以及可以建立一些好的關係 那算不算意味著 你是聽過很多沒有意義的交流 所以你才得出了結論 其實不是的 純粹是有時候 例如乘地鐵或乘巴士的時候 旁邊的人會很吵 他們可以說電話 這些噪音 對我們來說就有點騷擾 這個真的很討厭 而且我經常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會開聲音 看影片 為什麼呢 還有打機 那種自私的程度 是他覺得身邊是沒有人會聽到 空間是他一個人 但遇到這些情況 你們會怎樣? 你們會不會出聲? 我不會 也不會 因為我長期都是戴耳機 所以我不會 我唯有自己戴耳機 但我會真的看緊他 看得他尷尬為止 真的 因為這種某程度上 可能他不遺意 或者他沒有這個意識 但你應該有權告訴他 其實這是公共空間 我不會 我戴耳機 當聽不到 因為還有其他人 其實很吵 開到很大聲 但這個情況比較尷尬 因為你開口又好像 對 所以我用眼睛 我不用語言 成不成功 我也是成功 都成功 我懷疑他們不是故意 他們是不注意 甚至他們沒有正確 原來我要細聲一點 其實他們都不是自私 不過他們真的忘記了 他們平常在家裡習慣了 太舒服了 在巴克市裡 那St.Nuffin 就是你想提出 或是告訴別人 請說一些有營養的東西 還是怎樣 其實這個是我寫歌詞的時候 一個小環節 其實裡面 後面我會想帶出 其實我們也可以找回自己的節奏 其實有個小故事 因為有一次 我做了一個 音樂Live 就是小小的表演 因為我不是很善於說話 所以我去到要聽歌的環節 我說話比較慢 節奏很慢 完結後 我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 其實你不如不要說話那麼慢 嘗試你不要有dead air 那一下我心裡的第一個感受就是 為什麼我們這麼害怕dead air 這件事 因為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dead air 都是一種的溝通 只不過裡面的訊息 不是用文字來表達 例如一個例子 兩個朋友之間 如果你們去到一個很親密的程度 其實有dead air 是毫不尷尬的 你會覺得很舒服的 其實這也是一種 背後的溝通 對於我來說 都是在身邊陪伴 對 但做Live Show沒有辦法 好像現在電台節目 對 對 所以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盡量 都會把自己的語速加快一點 知道要遷就大家的步伐 或者究竟要說什麼 不過我感受到的 其實dead air的空間 你要那兩個人 他本身已經很有溝通 很熟悉大家 你剛才說到 可能是愛情上 或者你們benis之間 其實那種默契 不是用語言去表達的 所以你就不介意 空了那個dead air的位置 所以你有另一個層次 就是其實你們跟別人溝通 有幾深層次 那你是先有這個概念 然後才去寫歌 還是你在想編曲方面 其實又會不會放多些dead air 其實這首歌是先有了曲 後來我再加詞 我想我用了一晚左右 就已經寫好了大部份 然後那個詞 其實是出現過 我想分享出現過另一個版本的歌詞 那是demo詞 就是say something 對 真的 真的 我這麼容易猜錯 其實那個demo詞 是我寫了一個關於兩個人之間的情侶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去到比較惡劣的情況 就是大家不說話 對 去到最後一個chorus的時候 我就說了一句 就是we should have say something 意思就是 其實如果兩個人之間 我們一早願意溝通 去說自己心底的說話 我們就不會去到今天 我們兩個人沒有話說 這樣再解構下去 其實有很多layer 這件事 就是你一段關係中 你寧願是冷戰 還是大家不如攤出來說清楚 但是再在另一個層面 就是 你寧願這東西說得很白 還是其實我們要互相感受大家 可以去到這個層面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很看每一個人 怎樣去接受 或者怎樣去溝通 我覺得是不能強迫別人 去用自己的方法去溝通 我有聽過有些朋友 她說找另一半 或者找Partner 甚至工作夥伴都是 她說 我不要一些說很多話的人 她是為什麼呢 當然如果你找工作夥伴 當然是她要做到事 你經常說過我都說 你都做不到事 但是另一種的伴侶就是 其實你說太多 反而你沒有用心去感受我們 你什麼都要說出來 你今天記得怎樣 我不是要一個媽媽 去做我的女朋友 我是你要感受我 當那個男人回到家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發聲 你不斷問 你今天被老闆罵嗎 但是可能你不發聲 在旁邊陪著他喝杯啤酒 可能那個男人已經 很開心 可能是 所以找伴侶其中一個條件 可能就是 不要說那麼多話 超童子的是不是 我是 我沒有特別 因為其實我私底下 都可以說很多話 但是做了一首歌 叫做Say Nothing 對 因為我經常有很多事情想 所以我需要用說的方法 去表達 去梳理一下 究竟我其實想了什麼 究竟我想的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出來 有很多這些思緒 所以其實Say Nothing 可能都是跟自己說話 就是要保留一點點空間 讓自己靜下來 這個都重要 是一個提醒 對 但怎樣由剛才你說 本來是想說Say Something 然後 完成180度轉了另一個方向 對 其實 因為後來我找了XT 幫我做編曲 編曲完之後 我就重新再想過 究竟我份詞的方向 是否想現在這樣 即是demo詞的走向呢 後來我不想困難聽眾 因為我不太肯定 我可以用一份詞 可以表達到一個相對的概念 因為其實Say Nothing 和Say Something 始終都是一個180度 對立 所以我就選擇了一邊來寫 我就選擇了Say Nothing 即是你是受編曲影響 你覺得編曲像是Say Nothing 那個Vibe 都有的 都有影響 其實因為本來 本來那個demo的故事 它又是 有點像情歌 但其實它又不是一首情歌 雖然它是講兩個人的關係 但它又不是一些典型的愛情的東西 所以我和X去討論的時候 他就說 不如你信不信得過我 不如你交給我去玩一些東西下去吧 所以其實跟我本來 發給他的demo的時候 是不同了很多的 整首歌 它加了什麼下去 其實它轉了 那些曲 其實感覺已經不同了 我會形容現在的編曲 好像有一陣微風不停吹過 一邊聽的時候 我會想像 我會有畫面 一邊聽的時候 我會想像 我在街上 周圍欺來讓望 很多人 很多車 然後我帶著耳機 然後有一陣風吹過 就是我聽著這首歌 我會出現的畫面 也是他的MV畫面 就是在市谷街頭 最繁忙的十字路下 再換到和服 然後再戴耳機 對 在你自己做demo的時候 這首歌的和音編排 有沒有現在出現這麼豐富 因為現在聽到越來越多層次的聲音 這是你的心思還是XT 這是XT的心思 如果這樣說 其實我們去到和音的部分 我們去到錄音室的時候 我們才決定究竟加些什麼 還有一個adlib的部分 XT是很好的 他說你adlib的部分 你放膽去吧 但其實因為我以往的歌 我都沒有adlib的部分 所以我不太習慣 所以他就很鼓勵我 他就說沒問題的 你感覺你隨著你的感覺 你唱一堆東西出來 所以就 埋咪就唱了一堆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有聽歌的話 有一句很高音的adlib 在pre chorus那裡 準備入chorus那裡 對 其實是我唱的 我自己都嚇到自己 有些Diva那些 標高音 對 因為以往真的沒有那麼多高音 在我的歌中 所以這首歌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即是一個突破 或者以往沒有出現過 在我的作品中 以往的作品是否會冰冷 這首會有溫度更多 是的 以往會比較暗 暗黑一點 其實這首是舒服很多 以及溫柔很多 我會形容有很多顏色 以前就是黑白 現在就多了一些色彩 在作品中 有這樣的轉變 其實是否因為 在Binis裡 這一年都被其他姐妹感染到 有的 因為我始終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實在是非常之多 我經常都會看到他們 我覺得絕對有影響 另外 其實我覺得 在我自己創作的心態上 我都有一些轉變 因為以前 其實有很大的分別 以前我會覺得 其實我創作是想表達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 但是當我 其實我用了一年時間 去反思 究竟我想怎樣繼續創作下去 我就想回 其實我創作的最本來的原意 我是想跟聽眾分享 但其實一個分享是雙向的過程 如果在一個分享的過程 我只是不停地用我自己想要的方式 去說我要說的東西 我又不理會聽的人 其實他不是喜歡聽 或者他沒有接受 他聽不聽得懂 對 他聽不聽得懂 這個其實就不是一個分享 這個就只是一個 我對著一棟牆 說自己想說的東西 但我沒有去理會 其實對方有沒有聽到呢 那這個 其實我想在我的創作上 是一個很大的轉捏點 所以就會逐漸 未來也是 會出現更多不同形狀 不同顏色的作品 你一定很難不同 cake 你拍攝 差不多 對啊 flor